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不适合从政吧 只是不走政治能做什么呢 茫然之间他忽然想起了藏在心底的料理梦 原本是打算退休之后再来圆梦 但是现在似乎可以提早启动追梦计划了 所以他在夜市就租了一个摊位 卖起了现间的法式鸭胸 许多政治圈看着他长大的长辈都很舍不得 认为一个台大别的高材生 怎么跑去百路边摊呢 都说要帮他开一家法式的高档餐厅 长辈们的好意他都婉拒了 因为他真的很喜欢在路边做料理的自在 也真的很喜欢和顾客聊天的轻松 尤其看到客人吃到美食满足的表情 这种单纯的感动 是他在政坛里头从来都没有体会过的 此外做路边摊也算是选民服务的一种方式 而且更直接效果还能马上看见 我们一块来看看谢贤的故事 这一道料理最难也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整块肉到核心都要热 可是不能让它熟掉 那美果酱在法式摆盘的时候刷另外一道 在这里是直接加进去 因为没有办法法式摆盘 没有想过 因为平常都是会在餐厅 就是铁板料理那边才会有那种 白酒然后火焰这样子很漂亮的那种 没有想过路边摊也会有卖鸭胸这样子 盛装打扮全免了 公车站牌前直接开动 不用高级餐具 这盘法式鸭胸 一根竹签就能解决 吃起来感觉我觉得不输餐厅 而且它油脂有特别的效果 所以吃起来不会太油腻 吃起来不会腻口 然后熟度煎得刚刚好 我会用剪刀直接把特别厚的油脂 给直接剪掉 因为这个台湾鸭养太肥了 脂肪再留那么厚下来就会腻 切开来漂亮的桃红色的肉心 3分 没有吃过这么深 但是吃起来不会觉得怪怪的 这个感觉觉得很好 因为我用这样的炉子 三口铸铁锅 我就可以做出 可以并驾齐区甚至超越 那些光厨房设备就花掉 三百万的高级餐厅 多好玩 好 接下来一条下锅 正式叫号 好 五之一号 中了 两年多前租下这里 原本想卖咖喱的蟹贤 发现观光区习惯边走边吃 不能吃饱要吃巧 他端出最有自信的排餐 而且只卖单一品项 我这里就是传说中的路边摊 事实上做的是高级法式餐厅的鸭胸料理 但是我少一个零再卖 路边摊跟高档餐厅摆在一起 同样信心满满 许多试货的老饕直接变忠实粉丝 我一年几乎来个三四次 我至少应该有吃个四五次 哇 就春夏秋冬每一季都要来 那一杯要来的 第一次吃 真的喔 真的喔 是真的 他是需要介绍的 没问题 没问题 别看跟客人都能哈拉两句 台大财经系毕业的谢贤 骨子里还是财务人的精准性格 从涨价公告得写到小数点后面 就能看得出来 人呢 等一下要回来拿吗 不行不行 你们去逛完 放在那边可能二十分钟 那个都已经冷了 然后熟度也都比最佳的时刻 还要再熟个可能多熟个三成 我这样可以下起来 然后他们再久之后再回来 再给他们买 可是这就不是我要做这个的初衷 踩着木鸡一边磨刀 在一瓶大的摊位上 谢贤看起来很自在 有的人觉得这张脸有点面熟 应该是在这里看过他 卢校院 道武器 卢校院 道武器 卢校院 道武器 爸爸跟姐姐谢欣妮都当过立法委员 谢贤从大学就参与公共事务 当过多年的政治幕僚 也两度被推上幕前参选 这是很贵的纪念品 怎么说 因为选举很花钱 超贵 那选举跟现在你看比起来 那看起来你看到那么久 那么久了 就看起来比我现在还老 选举我要装老啊 那么多辛苦 文宣上的西装油头 跟谢债的轻松打扮有很大的落差 因为姐姐的选区 谢贤曾经在台中住了十年 2018年九合一大选 竞逐大礼物丰议员再次失利 他决定回到故乡台南 是挫败没有错啦 对是挫败没有错 我本身一些特质 在政治 尤其是选举的这个部分 并不是那么适合 很多时候那种很粗浅 很浮面的那一种 我们讲一个秀好了 在那一种城市的话 对我是不利的 原来谢贤得要碰到 他喜欢的主题 才能开启画甲子 甚至有点社交恐惧 我是到三十几岁做制品 成人的制品量表 才知道自己是蛮严重的ADHD 过动症啊 对啊 在此之前我一路长大 一直都不知道我自己 这一点跟人家别人不一样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觉得是真的是工匠的性格 我没有特别喜欢跟人去互动 对我很在乎的是 怎么样把一个东西做好 我在这里 靠着路边摊搞出名堂以后 也是有长辈会问我 想要升级开餐厅什么的 从小 对啊 我就背着很多这种 正商名流的长辈 看着长大 我就说如果我在开一间 高级料理的餐厅 我连来的客人 都是这些人的话 那生命有点太狭窄了 对那没意思啊 我没有不喜欢你们 可是我的生命里面 不可以只有你们 谢贤孝说会有今天的厨艺 多亏家境不错 让他从国中开始 就能用高档食材自学料理 但他想撕掉 种种标签立下的人设 我以前在台中选举的时候 他们就说 你看像这个 这个政敌世家 台台的这么优秀 精英 然后后面就 不了解咱比辰的输求 现在我只要路边 他还活着一天 就是打着一种人的脸一天 为什么有高端的技术 就一定要只服务大官贵人 对 为什么是世家子弟 是台大精英 就一定只能够做那种 一餐七八千以上 那如果有要拍照 从这边拍 然后用慢动作录影 可以拍出浮发的影片 比较好发文 因为他知道什么角度 他已经都知道 他这个灯光也感觉都已经有架好了 对对对 谁过来这边拍会很好看 因为很多 感觉很多顾客来 第一次来都觉得很新奇 我们做政治人物 有时候真的一件伟大的规划 长远的一个施政 我可能要三十年后 大家才会感觉到 但是我现在做一个鸭胸 对不对 你吃到你很感动 只要三十秒而已 他们吃下去 我看到那个他们的表情 我就说 这就是我的 我不开高级餐厅的最重要 一个理由之一 就是我现在在这边 我可以马上看到你们幸福的样子 那我们都是练自己的身形 然后练一个中心 谢贤自嘲地说 还有什么比愿意把当中医师的女儿 嫁给做路边摊的 更有勇气的事 就像我跟就是病人聊天 他们就说 你老公在做什么 我说这罗比达 他们都以为我在开玩笑 对啊 我说真的啦 对啊 走啦 没有 可能大家的接受度 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就是 医生不是嫁医生 而是嫁给一个 就是做路边摊的 不过我是觉得 职业这种东西 开心 然后赚到钱就好了 我觉得对于 公众的理想 什么都还会一直在 没有下场打球 还是可以当个观众 对啊 还是可以当个球迷 看似挫败的转折 让退休后的料理梦 提早实践 谢贤做回原本的自己 因为诚恳 更舒服自在 我们很多的框架啦 人设啦 包袱啦 其实都是自己给自己的 勇敢跳脱 都有机会可以体验 不一样的人生 看完了政治人物的转业 接下来带您看的是 艺人转行的故事 发展鞋杠 已经成为现代人 一种丰富人生的追求 而艺人发展鞋杠 你会想到什么呢 可能是开餐厅 或者是做烘焙 但是这个艺人 他的鞋杠 还真的超乎你的想象 他是歌手赖明伟 曾经在许秀节目 拿下冠军的他 从小是在宫庙长大的 十多年前 他从父亲手中 接下公主的棒子 为尽众 收拼 烧福念咒 赖明伟坦诚 一开始真的有偶像包袱 也觉得挺别扭的 还怕被人家认出来 但是现在 他已经觉得很自在了 穿假脚偷来收拼 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赖明伟说 过去常年站在舞台上 现在要走入人群 当然他也没有忘情音乐 而是把庙里的传统阵头 结合了摇滚乐 舞台剧 电影表演 希望用另一种的形式 让更多人可以认识 台湾珍贵的文化资产 帝刚出身的婴儿收惊祈福 念念有词的这一位 看起来有点面熟 可以的 广泽州王妙印先费的K孙 给他们两个做孙子好不好 没错 他就是赖明伟 许多人对他的印象 是选秀节目比赛冠军 也是摇滚歌手 但他其实有另一个身份 是大溪广泽宫的公主 好 这个给他挂着 好 好 好 谢谢 还好不像你爸 真的蛮幽默的 就很好笑 你不会觉得有距离 真的 很像你 就比较像朋友之间那种相处 就是你不会觉得说 他是艺人或什么都不会 就是公庙的服务的身份 所以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自在 对 我不会因为有什么 就是今天蓝特意来找我 还是什么会有隔阂 还是说我必须要先化个妆 还是说我需要先换个衣服 不会 就算穿个拖鞋我也可以服务 少了偶像的距离 在公庙长大的赖明伟 从小参加镇头 又受到爱弹吉他的老爸影响 对音乐产生浓厚兴趣 在那个火车站的地下道 当街头艺人 那个街头艺人 还不需要考照的年代 我们就跟同学艺人一把吉他 然后坐在地下道 然后把盒子打开 然后当街头艺人 然后被路人介绍去民歌餐厅 然后才开始从民歌餐厅 一直唱到比赛 从高中开始就有强烈的表演欲 他参加选秀节目 人生有如 越即打怪 就从那之后走在路上有人认识 然后就尝尝什么叫爆红的滋味 开始有一些虚荣 怎么说 对 比如走在路上人家会认识你 然后想要跟你签名 想要跟你合照 或者是说你会觉得说 那我穿个拖鞋就不敢出去 就开始有偶像包袱 平凡的生活有了巨大改变 没人教他怎么从素人当明星 光环是来得快 去得也快 刚比完赛拿了第一名的冠环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江山带有财人出 下一届的冠军也出来了 又有下下届 或是其他台的 也有一样的选秀节目也出来了 所以就变成是说 你会在那个位置上面 找不到自己的一个立足点 一把吉他一张板凳 赖明伟现在能够自由切换身份 2012年他所组的神木与同团体 合约齐满 当兵前从爸爸手上 接下公主位置打理庙里大小事 万人拥戴的偶像以真实身份 走入人群 而且当时我刚接任这个角色 其实那个时候的我 也还在演艺工作人员 就是演艺艺人的身份 然后跟长明的这个 就是公庙公主的角色 也还在适应当中 所以一开始的我 其实也不太像现在 能够很直接的去应对群众 所以我也是在这长达11年的时间 慢慢慢慢慢慢 这边有两尊已经碳化烧毁的神像 就在2016年3月19号那一天 我们烧毁的广泽宗王 跟他的太太妙应先辈的神像 所以我们留下这两尊神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玻璃框里面 当作纪念 然后也警惕我们 就曾经发生过这个事情 现在所见的地方是后来重建的 演艺工作曾历经三年茫然 赖明伟接下公主没多久 2016年广泽宗大火 舅舅因此丧生 直接把他推入最黑暗的谷底 你刚才会怀疑 我们拜神为什么没有保佑 他为什么这种事情没有闪过 然后再加上现在网络时代 大家都会喜欢批评 对啊 这个你看火灾啊 他们一定是怎么样啦 骗财啦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对这件事情是 充满了愤恨跟不贬啊 所以在那时间 你只要听到那个 消防车或救护车经过 你都会有那种生理寂静的感觉 就是会有那种恐慌 因为我退伍回来是走兄弟路 所以说那时候我是在怀疑我自己 是不是因为我做过太多错事 老天不容我 因为火灾你都怕 东西烧掉 我们有钱再可以重买嘛 可是有人命 那时候我跟明伟讲说 好 干脆我们不要拜了 如果要拜了 我们再教会尊神 回家家里拜就好了 全家陷入仇云惨物时 赖明伟做了一个梦 他事后解读是广泽尊王 来指点迷津 他这个梦境呢 就是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 一个年轻男生 就像家里在跟我聊天这样 他就说你不用担心贵人在远方 协助我们重建的 这个最大笔的资金 180万台币 是来自新加坡 新加坡圣工文化 过去我们跟这个团体 只有一面之缘 来台湾只有一面之缘 但是他们就跨海 支持我们重建 九个月后 宫庙重建了 演艺工作也迎来好消息 他不是比我跟手同时翻转吗 他的意思就是 你跟我会同时逆转乾坤 所以 12月3号 王者公落成 12月29号 我的台语专辑发行 隔年入为金曲江 从高点到低潮 他不靠别人定义 要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因为我冠军奖金已经花掉了 哈哈哈哈 对 所以不会有包袱 就是说 他只是一个沉浸 而且摇滚是我的态度 是我喜欢的事情 对 我坚持在舞台上面这么久 它是我的态度 阿公主是要走入人群的 所以摇滚公主就是三重人生 信众 听众 观众 信众 听众 观众 我的阿公 他的阿祖 开始我们就是 乌馆 地方啦 就是乡村啦 地方的舞馆 是 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们就从小 玩到大 看到大 从小接触 镇头的赖民伟 还要让传统文化 有新的面貌 传统的嘉将 就是可能要在庙口 放个鞭炮 然后要有很多螺谷点 或者是说你把它转化成 艺文展演的方式 其实他一样保留他的传统基地 然后再来就是让大家有新的体验 走一趟嘉将展 别忘了来个超酷的pose 上传社群与亲友分享 要派出更厉害的照片 偷偷教你这一招 这次是干将军的图案 拿出手机走到定点 不同嘉将角色 就会跳出来跟你say hi AR的体验 其实让他们更能深刻的体验 就是现实兼现代 所谓传统的文化 怎么跟现代技术做一个结合 达到生活艺术化 艺术生活化的一个境界 我们会看到这个 七爷的法序叫灰腔 这个叫做搜索令 那八爷其实指的是虎牌 这叫做鼓励 嘉将就是神明出巡的护驾部队 安管简单来说 就是要禀告主公出军任务 所设立的指挥中心 并且祈求一路上人缘平安 首度异地重现 揭开神秘面纱 指示的安管 其实在西安的指示 也跟我们的武福大帝 报告过了 为了我们延续我们的传统 跟文化的一个理念 那希望大家无尽无忌地在这边体验 所有的安管的整体印象 从历史严格到沉浸室体验 跳脱既有框架 去认识民俗文化 与神性合一的宗教组织 比如说像北家庄 十家庄 观众修 姓庄 法庄 等等 那不管它是何时所谓的名字 它都是传绿的传绿 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警察大队 你在要出电阵阵 要证心 为民业 不可以说话 不可以吃东西 所以它是所有的台湾的顿头 里面的禁忌最多 整体最多的严格 所以它不是什么芭蕉酒 你问它就是一些不良方派 化身Q版卡通 小朋友能够亲自彩绘与体验开眼 家降文化瞬间变得好猝鼻 所以我们也实行了 向下扎跟向上延伸的一个理念 我们希望把这些传统的文化 透过不同的演绎 不同的策展 然后交易给下一代 让他们怎么样正确地看待 台湾的传统文化 家降文化是台湾特殊的美术工艺 与舞蹈极大成 从摇滚乐到结合新科技 让下一代也能够认识珍贵的文化资产 都说为母则强 其实阿嬷也是强者 这个阿嬷年轻的时候 丈夫生病离世 还留下了大笔的债务 她一个人做四份工作 好不容易把四个孩子都养大 以为日子从此就要平顺好过了 但是老天爷给他的考验 似乎是还没有结束 一场车祸 把儿子孙子两个人都带走了 原本他想 这次他是真的没办法再撑了 但是回头再看看 身边还有一个孙子要照顾 再怎么样也不能丢下孙子一个人吧 所以阿嬷又把被挺直 振作起来 靠着包客家汤圆 祖孙俩相依为命 现在阿嬷还有一个心愿 等到生意好了 要给喜欢做烘焙的乖孙 买一台烤箱设备 也就是这些平淡的小幸福 平时的小心愿 安顿了受伤的灵魂 她名字就叫客家大汤圆 太小客就不像阿 阿就干脆包大客一点 反正房租也没有 只有自己的房子 客人吃的 欸 这家比较大客 大家都会来我们这边 这样 对 厚厚的糯米团 馅料塞得饱满 一棵糖圆 跟一个小孩的拳头一样大 就是要让客人吃得饱 一日餐餐 对大部分人来说 稀松平常 对许馨品而言 却很不容易 人生有二三十年被钱追着跑 最苦的时候 一天只吃一个面包果腹 就是一个面包摇一摇 就边坐边摇这样 一天吃一个面包 对啊 那时候 最苦的时候啦 最苦的时候 不能进出喔 原本和先生开便当店生意很好 但当时两人不懂经营 又碰到了工地订单 没付钱就落跑 后来先生肝病走了 留下欠原料上的千万负债 还有四个孩子 那时候我去上班 我还跑去坟墓在那边骂她 半夜要去上班 我都会去骂她 说人家一走了之丢 小孩子丢那么多在乎 我要怎么挑啊 许欣品一天间四份拆 清晨五点开始工作 哪里有钱赚 就往哪里去 收工回到家 经常已经是半夜 即便已经忙得团团赚 钱还是不够用 还好孩子都很懂事 高中没毕业 全都去工作帮忙还债 许欣品肩上的重担稍微减轻 几年后帮儿子开了汤圆店 就是她坐半个月 她说妈 我坐不起来 要关门也不是 不关门也不是 后来只好把白天的吃掉 我自己坐 所以不想被她看病 对对对 就是一口气 就不愿意输 先爆香 然后现在要加一点姜菇 许欣品年轻时 就对料理特别敏锐 只要尝过味道 就能掌握调味的诀窍 吴氏自通复制出相似的料理 接手汤圆后 她又开发了几项新菜色 生意越来越好 以为日子平顺了 难关又在17年前的这天清晨找上她 鞋走路了嘛 就拿油条汁 就后退我再绿豆浆 整个人坐在豆浆中里面 我一看到抱起来 那个身上的皮都泡 都一起泡出来 趕快抱着 趕快载到马歼 马歼说没办法救 我说一定帮我救啦 她会讲话啦 帮我救啦 许欣平下跪求医生 救活她的宝贝孙子 住院一个多月后 孙子终于脱离险境 但老天的考验 却接踵而来 然后会车 人家那个又下雨天 就翻到山林下去啊 傍晚的时候五六点 我接到通知已经都不会讲话 一下儿子跟孙子走了 他就停一阵子 不会做啊 想到手脚都软软了 怎么做 没办法做啊 一下子两个呢 我那儿子很乖很乖 许欣平每天恍恍惚惚 做不了生意 遭逢一连串的变故 沉重的难以复刻 长达一年时间 他什么事都不想做 偶尔到菜园种菜 种瓜还会得瓜 不会失望 这都是自己种的 吃着很安心的 都没有朋友什么 就种一些自己 有时候客人来啊 他想吃啊 他就会请他们吃啊 这样就可以摘了 这很快打 昨天来摘完 今天又长大了 这样就可以摘了 你的菜都自己种了 对啊 你有种什么 还有茄子 还有小红瓜 也有西瓜 一度以为自己会这样一蹶不振 幸好骨子里还有好胜的因子 那一年周遭 落井下石的鲜艳鲜玉不少 他又气又伤心 决定要站起来做给别人看 好翻一下就盖起来给它煮一下下 汤圆店重新开张 当年烫上的孙子 如今是许清平最好的帮手 比较粗重的快炒类收桌洗碗 全都一手包办 有一次他问他说 你会不会恨阿婆 他说不会啊 弟弟 他真的很孝顺 有蛮怨过阿婆吗 对啊 为什么 没什么好门人啊 这是我弟弟不小心 全部装过去啊 你们点的小炒文大肠 好 谢谢 孙子从小就是许清平带大的 经历的苦 孙子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祖孙两是彼此最亲的家人 母亲姐啦 他就说 阿婆你可以给我叫一声 妈妈吗 我说不行 阿婆就是阿婆 不行就好了 从那时候他就没有再讲过了 他就想说大家都在叫妈妈 他没有叫过 过两天我们再来去买啊 好吧 过两天我们再来去买啊 马上来就可以做啊 不管过去经历多少挫折难关 许清平的心愿很平实 要给热爱烘焙的孙子买烤箱设备 现在对他而言 有孙子的贴心陪伴 还有健康的身体能工作 就是幸福 苦尽甘来 他用人生刻画印井两个字 如果有企业愿意出资2000万 要买下家传招牌 你卖还是不卖呢 陶渊大气这家百年的油饭老店 老板的答案是不卖 虽然当下店里歇业 还真的很需要这一笔钱 他拒绝的理由是 就算对方把招牌买回去好了 但是从清朝时期 就传承的制作油饭古法 除了自家人 没有任何外人都能够坚守下来的 还好孝顺的儿子 懂得老爸的坚持和固执 他辞掉了科技人的工作 回家做油饭 一开始科技人的想法就是 要找出一些效率高的方法做事 例如在高温大锅前 用手去拌油饭 又烫又费工 明明就有可以用机器取代铁沙掌不是吗 结果念头才一出 就被爸爸臭骂一顿 基本功都没有练好 还光想着要方便省事 不然这一块老字号的招牌 还真不是任何人可以轻易扛下来的 隔饭老店从清朝就屹立桃圆大西 古色古香的招牌 一挂就是一百五十多年 他口感就是Q弹 但是他心要透 練了很久 因为你距离没有测好 或者是踩的角度不好 没有可能米会跑出来 跑出去 四圆有没有弄跑出来的 有 吓死了 光是把蒸熟的糯米倒出来 都讲求角度经验 游试园跟老爸学做油饭两年多 壮强期没少过 现在已经能独当一面 但老爸还是不放心 拌炒油饭这个步骤 每天都得亲自盯厂 米蒸不熟 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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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说 踩上一分钟 踩一下 十年功 不要看 不要看都是小小蒸米动作 隔着手套这样来做饭 坦白说也是会很烫 也是会很烫的 而且烫它是从手指头的 梦到神经一直烫起来 那么多年来 我也被烫脏很多次 也是忍耐 所以我们常常会开玩笑说 真的说要来做这个饭 我一定要练成其他掌 才有那个功力 就算戴了一层棉纱手套 再加塑胶手套 刚蒸熟的米饭 烫手 高温有八九十度 等一点一点用手 均匀搓散开来 混合烫汁 老店第四代邮志成 从高中就开始手工炒油饭 三十多年来 烫上上百次 早就成家常便饭 你如果太凉 尤其是冬天 我们动作要更快 冬天它 米蒸起来 它凉得比较快 那比较快的话 它可能会结团 结团跟高汤没有那么快 它可以结合在一起 不能快也不能慢 速度凭经验 一人用长饼锅铲 一人用手翻炒 像在跳双人舞 让每一粒米饭 都均匀沾到汤汁 还要确保没有结块 一锅三四十斤的油饭 翻炒下来是大工程 也是最重要的步骤 就把一些没有均匀的另外抓出来 然后等一下另外 那个再另外处理 这样 就这一关是有办法在 对对对 在做最后的品管 交比说你如果一碗鱼饭里面 客人知道整团 像白白没有均匀的 有些会打枪 所以我们有 我们的对策 有做法 好 就是要全程把关 曾经就想引进洗碗机 跟炒油饭机 就是电动的机具 因为每一锅都是手炒 手炒就会受伤害 而且产量没办法扩大 游戏员的想法理念和老爸大不同 想买机器取代手工翻炒的念头 马上就换来了一顿责骂 手工翻炒 除了能让米饭吃起来更Q 均匀混合汤汁 也是油饭和米糕的最大差异 我们北部的做法 就是用搅拌方式的 不像台中 台中的清水油饭 它很出名 但是它的米糕 它是米蒸好以后 那个Bangabigo下面就是放骨肉 那白米都直接 白饭都直接填上去 然后放蒸笼保温就卖了 它是米糕 是米糕 你说它油饭不是 因为我们北部传统油饭 都是要搅拌过的 高当搅拌过 拌好的话再剪裁一次 如果说量米糕少的话 就再煮一次 游戏员渐渐能理解父亲的坚持 父子俩一起工作 难免摩擦 在他眼中 父亲是99分的油饭职人 他曾经讲过不要求100分 100分太难 但是至少要99分 我们每个听的都笑了 100分跟99分 差那个1分 但是这个就代表他 我老爸在对油饭这件事情上面的执着 我说 比如说这个油饭料好了 它会精细到 一杯里面要几片肉跟几个香菇 是每一杯 所以他刚才在加料上是一杯一杯加的 我会加到80分89分 我觉得它的量是一致的 整个大门也一致 但是他就会骂了 你在加料上面都那么潦草 你怎么可以对这件事这么潦草 然后一杯一杯拿起来看 刚回来时每天被骂 餐饮业和过去在科技业大不同 30岁直牙转弯 因为舍不得爸妈孤单 有套餐式的是 一号餐是油饭配一个汤 汤的话七选一 小菜有炒蔬菜的话 橱窗可以选 五年前 父母为了照顾生病的阿嬷 决定将老店暂时歇业 阿嬷离世之后 家里气氛低迷 有序员不忍 留父母在大西 自己在外地生活 毅然决然辞掉年薪200万的工作 回家做油饭 老店的油饭商 一度吸引企业慕名而来 出价2000万 要买这块招牌 爸爸在经历这件事情之后 在经历家里一些变故 就是奶奶过世 他才聊说 其实他还是认为 这个牌子还是希望 由我们自己的人来传承 我妈妈做事的风格 是地方这样出名的 她要求蛮高的 她认为说 你做吃的 不能吃的 你不想吃的一定不能拿出来 做吃的是一个良心事业 你不能做不新鲜的 就拿出来给客人 都不行 家传事业千金不换 只为了妈妈而提面命的品质 要靠自己人来坚守 更重要的是 这碗油饭 承载着世代家人之间的情感 鸡油通常一般人家是说 胆固醇没有那么高 现在人要吃比较养生 所以它的油的量比较少 不用那么多 不用这样猪油那么多的量 它少少的油饭就 口感就很润滑 我们客家面都很注重这个 这个等于是它的灵魂 面的灵魂 游戏远的妈妈 时刻佳人 将过去做油饭的猪油 改成鸡油 还加了姜 让口感更加清爽 当时要说服用猪油做油饭 做了大半辈子的婆婆 花了不少力气 所以我就带婆婆出去吃 我就说 这有调味精彩 你吃的怎样 她说 很脆的 吃我们自己的东西 都不会口干舌渣 所以她就说 嗯 那可以接受 也是要慢慢的让它 让它去 去融合现代人的养生 就是同意用这个鸡油油 中来酵味 对 油饭我们也不加 不加那个蒜头 以前我婆婆是用蒜头 加味精 我现在就把它有稍微做改变了 到处吃到处尝试 婆婆终于点头 这样创新又保留传统的口味 当时将老店的生意带到了高峰 有家人笑称 这碗油饭也算是混血儿 米克混血 融合了五代成员的特色和心血 招牌的分量有多重 不言而喻 照顾身性障碍的孩子 往往因为心疼或者心急 巴不得能为孩子多做一点 但是苗栗这一家教养院的院长 他的做法就很不一样 比如说吃饭好了 许多老师会觉得直接胃比较快 但是院长坚持孩子应该要学着自己吃 就算一开始用手抓也没有关系 慢慢教导慢慢修正 希望能透过这样的学习互动 让孩子能够进步成长 同时也能减轻照顾家庭的负担 就这样从吃饭开始训练 到现在这些慢飞的孩子 抱粽子都不是问题 院长说对他而言 教养院的院生像是速度缓慢 又可爱的小乌龟 他很感恩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当起带队的乌龟妈妈 领着大家前行 就算是慢速也能够平安快乐 打配最喜欢的歌曲拍打鼓声伴奏 教养院老师在一旁提示 起初请专业讲师来教 后来由内部老师担起责任 节省支出 乐器也有企业赞助 资源从无到有 院生生活开始有寄托 有成就感 这幕后推手是院长林琴妹 要洗干净喔 好不好 每一个人要吃得干干净净的 对不对 这叫什么叶 这叫什么叶 乐桃叶 这叫月桃叶 对不对 去哪里采的 山上 采访碰上端午节前夕 院生们正在赶获包粽子 这个端午节要包三千颗粽子 月桃叶是林琴妹 带着院生一起到山上采的 这叶子包起来有股特殊香气 是林琴妹记忆中的客家味 其实这个就是古早味 以往我们小时候呢 就是会到山 那个我们的田一边 就去采这些月桃粽 那其实月桃粽其实代表客家 那我是从客家农家出生的小女生 那其实妈妈们 其实都很克勤克俭 那如果可以的话就是 端午节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自己包 带着我们一起来包 这样子一起配料 一起炒那个馅料 香菇放两个 肉放一个 然后再放饭 弄过然后不会被念 会 厨房里的大小是训练院生的肢体灵活 林琴妹在一旁提醒细节 每一个步骤她都很讲究 希望尽力做到最好 小时候念书也是如此 好学名列前茅 爸妈却认为女孩不需要学历 她不服气 还因此离家出走 其实我们生长在农业社会的家庭 其实都很重难去年 那爸爸妈妈会觉得 女孩子念那么多书干嘛 那我们那个阶段的话 几乎大概是国想毕业之后 就到桃园去尖教合作 去上班的这样子 可是那时候我会觉得 大家都可以上课 为什么我不行这样子 哇 你看你好棒哦 好 往这边来 往这边 对 好 在外的一年更深刻感受 没学历就少了竞争力 林琴妹决定回到苗栗 半工半读 一路拿到大学文凭 后来成了眼科医院媳妇 公公想在退休前 实现母亲的心愿 照顾弱势 于是创办了教养院 公公看中她 热心执行力强的特质 将教养院交给她打理 没想到才刚成立 直一声浪 就夺到让她想打退堂股 很多人觉得 你们家是有钱啊 为什么要来做这份工作 你们是想得到什么吗 这样子 其实早期很多人会觉得 做这件事情 可能就是希望得到什么 很多人来访的时候 这种孩子 为什么要做那么好 这里还要一点点的 红色 到第四个月吧 其实我有一度想放弃 因为要钱没钱 要人没人 几乎都是我自己下来帮忙 都是那个阿姨 可是阿姨的想法 可能就是以前的照顾 那个孩子的那个想法 交给他吃就好 可是我要的不是这种情境 我是希望孩子在透过 我们的学习的过程里面 透过我们的协助 他是可以成长的 林琴妹希望带给老师 不一样的观念 照顾身心障碍院生 千万不能有过去的传统想法 只要温饱就好 她的理念是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学习技能 她特别带着老师到特教系上课 改变想法 和与院生的互动方式 可以挑红萝卜 挑掉哦 红萝卜 红萝卜也要咬到哦 好 谢谢阿姨 好 开动了 开动了 开动 吃一顿饭 老师们就喂比较快了 可是我说他们好手好脚 那为什么不让她慢慢地吃呢 她会觉得喂一喂就好了 我说这样不行 那很多的孩子刚开始 也不知道手是可以抓 抓握东西吃饭的 我们就透过这样子 就慢慢抓着 用汤子一口一口地吃 到桌面她可以自己吃 是不是减轻的家人的负担 孩子也学会了 那老师 其实我们的教保员 是不是也更轻松了 万事起头难 还好有最佳伙伴她的先生 在一旁帮忙沾前顾后 先生和她的性格截然不同 林琴妹 己性子 行动派 先生则是决策型 她有时候会拉我一下 就说要不要去评估一下 这样子跨出去的时候呢 有没有资源啊 有没有经费啊 占了你的人力够不够啊 那有些时候也经常会为了工作 其实彼此有一些冲突 对 她会觉得我对员工太严格了 对孩子太好了 先生的性格也来自于福家从小的教育 生活态度严谨 吃饭一定要坐在餐桌上 饭菜也要用餐盘装成的整齐干净 夫妻俩也希望把这样的习惯 深化到孕生的生活里 这是一个生活情境的表现 很自然的应该让每个人都能够做到这个地步 我们一定是在餐桌上用餐 而且每天的服装要干干净净 那是必须的 夫妻俩挺过质疑克服困难 自助添注 这几年有更多的资源溢注 苗栗山城交通不便 院生家人无法每天接送 企业募集的专车就像是及时雨 也是透过了您的一票 决定爱的力量这个活动 那所以台新这边也捐助了很多台的这个专车 那因为其实在苗栗那边 那很多的这个服务对象的朋友家庭 他们的家人可能没有办法 就是可以接送他们 可能外出或者是到这个教养院来 对这边来 那因为有了台新的专车 那可能就可以解决他们这个交通上面的一个不便 那其实乡下的话很偏远 其实那个社工没有开着这种车去的时候 有些甚至要把家人接出来 很多都是阿公阿嬷在带这样的孩子 没有交通能力 我们可能要带他们出来做评鉴 那甚至做那个资源的连结 都是需要扯 那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专车 其实它可以到社区的每一个角落 让真的需要被绑枉的 可以让这个专车真的可以发挥那个效能 把他们接出来 有些院生曾经被医师诊断 必须终身卧床 在教养院的努力下 已经会站会走 或是从吞咽困难到能吃稀饭喝牛奶 文琪妹形容他们就像小乌龟比较慢 她乐当乌龟妈妈 用一万多个日子的付出 换得孩子有盼望有尊严的每一天 虽然都说危机就是转机 但是当改变的机会真的来了 还是要看你有没有勇气接受挑战 勇敢永远是化解危机的最大动力 烦心的收看我是白心仪 台湾亮起来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